Hello 大家好 今集会和大家开箱 我在Costco 买了两件小家电 自己付钱做笨笨猪交了智商税 这条片绝无广告成份 我的频道每个星期都有新影片 其实在Costco 入会都来过几次 但在我Youtube 未和大家分享过里面有什么买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分享可以留言告诉我 有追开我频道都知道我快来搬家 非必要的东西都不会现在买 但今次就失手买了这两件东西 首先摆在门口看到这个Iris的循环线 见它有减价 价钱又OK 原价483减90元 现在340元就有一部 它示范这一部 现场的风力是很厉害的 以及吸引我买就是因为它很轻 就算我今天没有拖车来 都可以就这样拿走 加上见它减价 翌日又不知道还有没有货 所以就先买了 路过刚好见到这个我没有研究过的一个牌 有个promoter在推销这个吸塵拖地机 其实这款机我已经想买很久了 之前研究买山姆这部添河 还是淘宝的云瓶 最后为什么会买了它 因为刚好真的有个promoter 又会说广东话 那就再了解多些这部机 现场看示范知道部机的吸力和拖出来的水不太多 当然价钱都在做一个优惠价 上个淘宝旺角是便宜的 还有现在去减价的价钱 和我之前看的两部机差不多 最后当然要考虑如何拿回家 做推广的小姐说现在可以补贴100元运费 还有她说可以加去微信 做一个售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微信问她 还额外送多一年保养 我有问清楚部机有问题要维修 送上去运费是她们给的 就是这几个原因 看到示范做特价解决我送货的问题 兜个圈冷静一下 最后都是拨取买辣 就是这个女孩她会说广东话 一条笼服务帮我推去给钱 然后再推过去顺丰那边帮我寄 今次就买了刚才那两个电器 和一包咖啡豆 将单全部加在3650元 不是跟她买广告 这个女孩的服务真的很好 听她说上一个客人寄去元朗就补80元 反正送货就连买个小风扇一起寄 那我就补了125元 即原价要225元才可以寄到我沙田家 第二天我就收到货了 首先开箱这部Iris的空气循环线 p字头.com见到同型号 水货就600元 划货就贵些 家里风扇就有几部 循环线都是第一次买 虽然她写到春夏秋冬都可以用 不过我主要都是想夏天开冷气的时候 再开它等冷气吹远些 和吹远些去不到的地方 我朋友之前都已经买了 她说不要看她 她机仔细小 风力都很够强 那现在就拿出来测试一下 没有东西要安装 里面有主机遥控和插素 讲一下部机的功能 有时间制 风力有8段3D循环 和她会左右上下摇头 我放地下 没理由污下身去按 通常都用遥控控制 我自己就用有Fuse的转插器 用Fuse的转插器 让大家看看她左右上下摇摆的幅度 接着就听一下她吵不吵 由第五档开始听 我觉得都算静 再逐级增强风力 声音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的镜头很近对着风扇 第八档是最大风的 大风得像打风般 基本上都不会开 3D循环是开到最大 所以又是最吵的声 3D循环这个风力太强劲和太吵了 想短时间很快地吹走耳味 或者油烟才会开 平时应该很少用 按键它 它就会跳回刚才教第五度的风力 我的梳化距离和风扇是162cm 5度的风力刚好 看到我头发动 就知道风力是柔和的 除了3D循环比较吵 整体感觉这把风扇我满意 不用交智商碎 接着就开箱这部吸尘拖地机 除了这个纸皮箱 里面还有一个原装的纸箱 就是这个 跟纸皮盒一样 这么大盒 牌子叫Sahat 型号E3 是最新型号 其实那天在Costco 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牌子 就胆粗粗买了 那天去到旁边还有一部便宜一点的 就旧一点的款 同样都是吸尘拖地 打开里面是有两层的 有额外送多块的抹布 清洁刷 和要安装上去的手柄 信封里面有说明书 和香薰纸 一个分隔器 和再多一个滤网 其实除了一部机 它的包装都很重 所以它的包装真的很稳 全部夹住了 下面就放了个主机和个底座 全部拆了袋 再给大家看看 刚才一路开盒一路说的 就是总共有这8样东西 没什么要安装 对我 新款这个地步是特别阔 特别大 这样拖出来的范围就会更大 手柄的安装都很容易 就这样插进去 卡一声就可以了 机的前面放污水箱 后面放清水箱 如果只是计算主机和吸层机 不算大部 这部机唯独是底座真是很巨大 因为新屋那边我会放出露台就够位 不然就要考虑下有没有位置放 底座带来其实是有用途的 这个位置是控干污水箱 刷洗完后浮的又可以拆在这里 控干了 这个滤网都要洗 所以都要放在这个位置用来控干 信封里面就是有这个说明书 和这三片放在部机里面的香分片 因为我做铺铛的时候买 所以他额外送了一支洗地水给我 和都问过不一定要配回去的洗地水 用自己用开的都可以 插电开来看看 开始充电 首先就倒些清水落个水箱 我拖地加洗完机 大概一半多些就够了 踩着底座拉后然后开键 功能有三个 一开机系 智能清洁模式 吸层加拖地 用了几次之后 我都识了个语音 不过拍片就开给大家听 我没用力推 部机自己会向前走 和前面有物件的时候 你轻轻拉后有个回弹力的感觉 部机自动会反弹向后走 都是不用用力的 好像这样扭来扭去都很顺畅 虽然向前推一下已经干净 都是习惯来回地拖 都看到地面不会很湿 唯独是 我知道有些机可以用热水拖地 它就没有了 如果真的做比较 我就觉得之前用Dyson那部机 拿出来的力是差不多的 这部机的水箱和重心位 在下面 所以手柄位就不会很重 我暂时都是用清水 没有加任何洗地水 拖完地后 用脚踩下去 觉得地板都很干爽和干净 吸头发、猫砂那些都吸到 我就设置自己的机 可以看回当日Costco Promoter的示范 地砖的湿度 和我平时用地拖差不多 不会明显看到一片片的水在地上 按一下就是第二个除菌拖地功能 sharic 垂肖清洁模式 度了 吸用水模式 行不行 吸水模式 收射清洁模式 用来清洗手机 清洗是两个模式 一个快洗 一个洗久一点 再加上控肝 以新机来说 它的电子也够用 拖完地我还有75% 快洗一分钟就洗完了 首先是电解水除菌 大概十几秒后就洗下面的地步 洗地声大过拖地声很多 半分钟后就做深度清洁 部机的屏幕去到100%就洗完了 完成 请及时清理污水箱 开始充电 跟刚才比较 这个污水箱明显是骚髒很多 因为它洗掉布和通道的骚髒东西 如果长按清洁制 是深度清洁再加控肝 再示范一个 长一点的清洁再加控肝模式 前面这部分都是电解水除菌 和滚刹清洁 这个就多了个浸泡清洁 一分钟后就清洗管道 差不多两分钟开始就做深度清洁 比起刚才快洗一分钟 这个总共五分钟就去到100%清洗完了 再进行完成 请及时清理污水箱 滚刷烘干中 将污水箱和锅滤网 放入充电底座 进行烘干 这个时候就要倒了污水 然后控干了这个污水箱 滚网和这个格子都可以用水洗 我每天拖地清水拖出来的水都见到这么骯髒 我会再用水沖一沖这个污水箱 如果家里有毛鞋 就会发现真的很多毛 就算我平时用吸塵机吸出来 都是整堆猫毛 它有个分隔垃圾的器 不过我就觉得不太好用 还有不想多洗一件东西 我就用刷子挡住这样倒 隔开垃圾和猫毛 因为这些都会令到坑渠厕所会失 滚网污水箱可以用水洗 主要是刷子和污水箱滚网是湿的 放在底座那里一起连起部机控干 连起刚才洗机的5分钟 整个过程要60分钟 去到这一刻暂时我对这部机都满意的 60分钟控干完 就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妥 为什么布还是濕 不是100%控干的吗? 虽然拆出来 布是洗得很干净的 我以为这块布是完全干了 其实是干得七八成 放把纸巾下去就看到了 还可以印到水出来 就是这东西 我就觉得交了智商碎了 都明白家电的东西不可以完全解放伤手 就算我那个洗碗碟机 都要间中拆了去水的位置清洁一下 这个刷子都是吹得不够干 都是湿的 同样拆在底座这个污水箱 连起配件里面又干得有九成 淚网用水洗完 都有九成干 外面有少少水 自己有猫猫地下多毛 这东西我就不会挑剔的 每次拆完地我都要拆了个地布出来 在这个位置掃回猫毛出来 因为头几次用 不知道它塞住了 关机的时候 它就会有滩水在地上了 之后每次清洁完 就没再发生过了 这部机有些人没有的东西 就是下面可以拆开 清洗管道 我就未必每天做深层清洁 因为整六十分钟 都不知道浪不浪电 最多一个星期做两次 平时快速清洁算了 反正都要拆地布出来 清理里面的猫毛 所以平时我就是这样 动起它浪干算了 综合第一次用这个吸层拖地机 比之前吸完层再拖地 功夫是减了一半 和快很多 是控干那部分 浪费时间又不可以完全干了 唯独试这部分做得比较差 吸层清洁用起来够方便 这里我就满意 大家买的时候 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些细节 不知大家有没有用吸层拖地机 快步可不可以完全控干 留言告诉我 因为这些二合一的机 用过真的不能回头 等我下次转机的时候 可以考虑其他牌子 我的频道每个星期都有新影片推出 按个订阅键就不会错过了 多谢大家收看和留言 赞好分享订阅 今集分享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